嗨,大家好,我是红麻雀 红中麻将是一款富含策略性的游戏 并且在五分钟内就可以学会 就像纸牌一样 麻将牌也有不同花色 但是与纸牌的黑桃、红桃、梅花、方块不同 麻将有三种花色 条牌、筒牌 和万牌 每种花色都有叙述一至九 每个叙述四张牌 此外还有字牌 即剑牌和风牌 每个四张 还有八种花牌和四季牌 每个四张 最后还有可选的万能百搭牌 四张 如图所示 红中麻将中的组合 只能是三个连续的叙述牌 顺子 或者三个相同的牌 刻子 和其他的麻将版本一样 红中麻将的目标是 第一个集合四副三张牌组合 即一个对子 从而胡牌并得分 牌的组合可以是三张完全相同的牌 或相同花色的顺子 第一位组合 第一位组成四副组合 即一个对子的玩家 将立即获胜并得分 开始游戏前 玩家各置两个骰子 有骰子得数最高的玩家 开始游戏 每个玩家抓十三张牌 如果手牌中有花牌或四剂牌 需要把这些牌亮出 摆缝在自己的牌的前方 然后抓新的补牌 花牌和四剂牌 只会在牌圈结束时计算 开始的玩家打出一张牌 牌面朝上 出牌之后 对手可以选择拾起那张气张 或者从牌墙抓牌 气张只可用于组成组合 或胡牌 即宣布麻将 每个玩家抓一张牌后 然后打出一张牌 同时将牌组成组合 克子或顺子 游戏继续 直到其中一位玩家 集合了四副任意组合 克子或顺子 以及一个对子 如果组合是由对手 刚刚打出的气张组成的 那么必须立即亮出该组合 如果组合是由牌墙抓的牌张组成的 那么可以在任何时候 轮到该玩家出牌时亮出 该胡牌排形叫做全吃 可以得三分 由四副叙述牌顺子组合 和一个对子组成 该胡牌排形叫做双吃 也可以得三分 排形中包含两副不同花色的相同叙述的顺子组合 这种是十二分的排形 叫做纯双吃 排形中包含 相同花色 相同叙述的两个顺子组合 还有一些不同分值的其他排形组合 我将在最后再进行介绍 重要的是 当给排形计分时 要把排形中所有组合的分数加起来 例如 这是一个十八分的排形 它有三种组合组成 一个十二分的纯双吃 还有两个三分的双吃组合 在介绍第二种积分组合示例之前 我想先介绍另一种十二分的排形组合 叫做一条龙 它包含相同花色的所有一到九叙述牌组成的顺子 这是一个三十六分的排形 它由三种组合组成 两个十二分的一条龙组合 还有一个十二分的纯双吃组合